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这种UI系统一般最常见是60赫兹 那么算起来就是每一帧的16毫秒 那么需要我们渲染的话能够做到 在这个内16毫秒内完成 然后使得这个比较流畅 没有交互的卡顿 当然我们并不一定总能做到那么理想的只是一个目标 取得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呢后一半部分叫图表库渲染油画 图表库是一个就是数据可视化领域的一件事情了 那这里面会涉及到很丰富的呈现动画 以及交互等等的事情 那同时它会遇到比较大量的数据 一般比较大量的数据才会去延缓我们的渲染过程 去面临着这个挑战 如果数据量很小的话 我们甚至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 那么我是来自eCharts团队的 所以今天剪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是在eCharts这么多年来 遇到这个课题中所遇到的部分的经历 有一些可能能够给大家一起试 所以就会挑出来进行一个分享 eCharts是一个数据可视化图表库了 它主要都是在浏览器中 浏览器环境下讨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渲染优化 全都是在浏览器中运行Js来进行渲染的一个优化的经验 刚才提到了大数据 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要在前端进行大数据的渲染 这里的前端其实就是中常意义上指的是浏览器环境下 那么首先为什么我们不在后端先进行数据降级处理了 然后再返回给浏览器 那么会考虑到有两点 一个是你在后端进行处理的话 就需要额外的计算资源 本来你在客户端进行计算 这种分布式的计算 你全都挪到了一个后端相对中心式的一种服务器来说 你会需要额外的资源 会比较麻烦 然后第二个呢不易交互 就是做这种可视化的分析的话 你不光要看一个所有的数据 你可能还会需要缩放 缩到最大看各种的细节 那如果后端数据降级了再返回给前端 那细节丢掉了 那不太容易做这种比较流畅的交互 所以能够在前端的 那还是尽量在前端 如果做不到再进行后端进行数据降级这种处理 第二个呢即便在前端的话 前端为什么会遇到这种挑战呢 因为那浏览器环境它有性能限制 不是说能够做到想多大有多大 并且它还会有实性要求 不光是说刚才所说的交互能够很流畅 而且比如说我去实施数据 每隔多长每隔一秒钟或者多几百毫秒刷新一次 能够把全量都刷新一遍 往往实续数据可能会有这样的要求 那这些都需要你把这个图表库做到性能足够优 那么为了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大概规矩为三点最宏观的 就是第一我们要完成渲染 就是不能够渲染的时间太长 以至于6.7弹出一个窗口 说你的一个长的执行脚本 是不是要杀掉 那不行 那第二个呢就是交互不卡顿 刚才反复说了 第三个呈现效果流畅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 虽然不卡顿 但是也不能够渲染了半天 你才把这个整个的东西呈现给用户 用户看起来也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卡 那如果有可能渲染了多少 就赶紧呈现多少 可能会好一些 那么这宏观三个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的 那解决的话就是各种优化了 下面会挑一些优化点 来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降采样 那么降采样是一个最古老的 也不能叫最古老 比较古老 然后也普遍采用的一种优化方式 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 一千万折线图的RPG降采样 降采样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虽然这里面有一千万个点 但是我们这个屏幕的尺寸没有那么大 也就是至多也就一千多个像素 所以大部分像素 点如果要画出来的话都是重叠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没必要把所有点全都处理一遍 全都进行数据到视觉的映射 然后layout来渲染 你可以去以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内挑一些代表的点来进行渲染 那么这就是降采样 那这样就会极大的优化这个性能 然后另一件事呢就是你怎么挑这个点 你需要保留足够的局部特征 比如说局部最大值最小值 要保留住 因为这些细节是往往是需要人去关注的 不能够去抹去 那这个就是使用的LTPP算法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经过这个优化了以后 它这个缩放平移之类的都是会比较流畅的 也可以一直缩放一直缩放看到最细的细节 但是呢降采样也并非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 它有一定的要求 它需要你的数据有一定的局部性 就是你的数据的排序 和你最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这个顺序是一致的 这样你才能再用一个窗口 对数据进行顺序的便利的同时 选取一些点 那你要换成比如说散点图 你的点是飞散在各处的 你就不太容易去选择这些点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重叠性了 第二个呢 它也是就是你这个图形展示的这个特征 是能够真的完全重叠的 比如说我要是一个parallel就是平行坐标系 它这些都是线 它不是特别能完全重叠 也就不太容易去采样选取某一些点来绘画 下一件事情呢就是减少Canvas状态的切换 这个课题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Echars底层是可以用Canvas来渲染 也可以用SVG来渲染 但是我们在做大数据渲染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用Canvas Canvas它的API设计的足够基础 然后足够快 所以能够承载这种大数据的渲染 但即便如此 我们仍是需要对它的这个API进行一定的油滑 要不然还是不能够足够快 那这个讲用话之前先讲一下 到底Echars和Echars所基于的ZRender库 是怎么样去使用Canvas的 最下面这个灰框里面是Canvas的API 然后怎么去用这些API进行设置它的Color 设置Line width设置这些路径进行画图 作为一个库来说 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复杂应用来说 它一般不会去直接在这些最原始的无状态的命令式的API 施上就开始进行业务逻辑开发 所以它一般还是会抽象一层 就把这些需要绘制的东西抽象成一个一个实例 element 元素实例 那么元素可能是circle 就是圆 可能是rect 矩形 或者是line 或者是polygon 多边形 sector 扇形等等 那每一个元素它自己会维护 我们需要绘制的这个元素上面的各种属性 比如说它的xy点 比如说它的缩放尺寸scale x square y 比如说它的shape 就是描述它的多边形的一些点的集合 那么还有最比较重要的是style 就是color line width opacity 之类的东西 全都作为它的元素这个实例的属性维护着 然后每一帧的时候便利这些元素 对它进行排序按zorder排序 排完序 然后让它们元素自己去绘制自己 也就是说 把这些属性最终转换为canvas的那个draw comments 就是渲染指令 然后输出给lal7 让lal7绘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有一个框框 就大概是这么两个步骤 首先在真正渲染的时候 然后我们已经有一个元素了 上面有很多我们配置好的属性 然后它先去set style 就是它它要先把这些属性转换成 就是style相关的color capacity line width相关的东西 set到canvasrd的这些context上面去 然后下一步build path 就是根据pass相关的属性 把这个整个路径给build出来 也就是最后成为这种begin path move to line to 这些东西 那这么是两步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 这些 canvas这些接口 context fill style什么的 它们虽然足够快 但是它又不足够快 它还是有一定开销的 比如说我们做实验 fill style等于一个rgba的一个用字符串表示的颜色值 比如说它可以在机器上 那个一千万次 每秒钟一千万次 这样快不快呢 一千万很大 那么我们再比较用一个plane object js的object 随便设置一个属性的值 大概能够每秒钟达到51次 比如说 那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很多几十倍 几百倍的一个差距 那么想比较的话 可以摆一次可能更多了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fill style context fill style 这个一千万次够不够呢 那实际上再换算一下相当于 如果是一百毫秒 能绘制一百多万次的fill style 这个数量其实就不够大了 因为我们需要挑战的是 数据量本身可能就会百万绘制百万数据 或者甚至绘制千万的数据 那如果我这些时间全都是 花在仅仅一句话的fill style上 那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来说 我们需要对这样进行优化 那那个fill style 为什么会有这些开销呢 也可以去看看浏览器的实现 比如说我贴了这么一段 这个是blink的实现 那在fill style里 它可能会需要对自符串的颜色 自符串表达的颜色进行解析 那么这些解析是 都是这样的开销 那为了优化这些 避免掉这些东西 那就做一些 比如说 如果这次的style和上次style相同的话 就不再像 Canvas的context上设置 只进行一个在自符串比较的话 它是很快很快的 刚才前面也已经演示了它的速度 那么这样就会提升很多很多 所以在ZRender里面对fill style stroke style好多这些属性 它都会进行这种比较 然后让它减少它的设置 而且在海浪数据汇制场景下 其实前后的这些属性的差异 会有差异的这种情况并不多 大多数会用同样一个颜色 因为数量数据量大 其实就你用各种差异性的东西 已经不太能够看清了 然后下一件事儿 另外一个方式是可能是说合并 就比如说我上面一行的这个图上 显示的是绘制的过程中 多个graphic element 它先set style再build path 再set style再build path 按这个顺序来的话 它就有很多很多 对那个Canvas ContextRD的一个操作 但如果想要减少它的话 可以用的一个方式强制把它合并掉 从业务层就认为 他们的style完全相同 只size一次就可以了 连比较都不需要比较 然后呢 build path也就合并起来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在每个style 每个element里维护一个build path的结果 而是说他们整个维护 一个array数组来存放结果 这样减少了很多内存开销 以及gc开销等等 这种方式可能是对 就是说对更大数据量的一个渲染的话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也是一种业务有限制的 就是它并不支持那个 多的不同style的一个场景 好 还有下一个下一个优化的一个方式 是一个非常常见和重要的方式 就是用eva数组 或者是type array 因为我们在渲染图表的时候 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在渲染一些二维表 就像exile上能表达的 比如说每一行都是一条一条数据像 那每一列是一个一个的维度 或者是叫做field之类的概念 二维结构的数组 就数据来说 我们最直观的就是用二维数组来表达 或者有可能还用那个object组成的array来表达 这些表达非常直观 但是它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因为每一项它都是一个数字 都是一个对象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数据的时候把它降为 降成一维的 如下面这一行显示 读写的时候也就是会 就是稍微加一点那个计算 但是也并不多 这样的话会节省很多很多内存 并且它的速度会快很多 比如说我下面这一个图里面演示的 用二维数组来绘制一个折线图 这个大概也就五百万个数据 它的初始化时间能够看到 用了将近五秒钟 现在下面这个滚动的小球 是相当于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只是想让 想演示出来 在一差子进行交互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影响到页面其他部分额外动画的 这么一个流畅度 比如说我下面进行一个缩放 下面这个动画就很卡 那就是影响到了 而最下面这个每个竖线 那之间表示它是一帧一帧的 就是表示帧的长度 那上面一个格大概是16.7毫秒 如果这个竖线间隔变得很长 就说明一帧的时间变得很长 这个在这个五百万数据的话 它这个是二维数组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卡 但是如果换成一维数组的话 就会好很多 首先它初始化时间大概只有了400多毫秒 就很快了 然后并且你进行这个交互的话 它的卡的时间就会好很多 虽然仍然每一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但已经足够可以接受 如果但是一维数组 它也有稍微有点弊端 就是它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崩掉 比如说在我的机器上 一维数组到我3000万的情况下 浏览你会崩掉 最好情况下还是用type rate type rate的话 它是申请的时候你就定场了 相当于你完全自己管理这个内存空间 并且你的每一个数据项 它都是固定的类型的 所以它能够有最好的稳定性 那么这个type rate 当然它的弊端是你自己要去管理它 要记录它的长度 你实际使用的长度 如果超长的话 你自己重新申请一片空间 把原来的复制过来 这些东西会需要 要去自己实现这些数据结构 但对于大数据而言的话 最常见的就是使用type rate 来进行存储 来进行读写 那下一个话题呢 就是gc减少这个话题 在这个gc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因为在大数据的时候 gc的这个时间 在每一帧中的消耗 可能会很影响 很影响你这个流畅度 让它掉帧 这个上面贴了一个图 mine gc就花了5毫秒 因为你一帧的话 也就几十毫秒或者十几毫秒 如果花了更长的时间的话 就会起占真正gs计算的一个时间 如果想要gc的能够可控很 显得很少的话 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太 就是不太确定的一些方式 在我们优化中 比如说能够就是使用过的方式 有这样的及时释放 意思就是说 临时的一个小对象 对性能情况影响比较小 比如说我在函数里 声明一个临时的对象 然后呢这个对象也没有挂在哪 用完了后就释放掉了 出了函数就不再有了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另一种情况有影响 就是我这个临时的这个对象 实际上挂在一个什么东西上了 我在下一个阶段 可能又使用了它 然后再在下一个阶段 某个阶段 材质就把它释放掉 那这时候它的释放 可能就会影响很多了 那有可能是因为它 对象从新生代进到老生代 而在新生代的这个对象是 释放是非常快的 GC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但你如果几次的 几次的清扫 都没有能够释放 把那个让GC程序 把它认为到老生代了以后 那它这个 它那个释放 在eCharts优化之前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case 比如说 因为eCharts 是按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宣传 比如说第一个阶段 是进行layout 把用户的数据 转变为 屏幕上的一个点 然后呢存着 然后在后面的某一个阶段 再用这个点 再取出这个点来 进行真正去绘制 这个element 创建element 更新element 那这种临时的小对象 存着的话 它其实就很影响这个GC的开销 但是如果把它去掉 都存成一个整个type array的话 就会好很多 这是一方面 然后前面讲的这几些 这些手段呢 都是在尽量的减少一些它的开销 但是呢 从理论上说 这个数据可刷的过程就是 从用户的数据 转换成最终渲染的这个指令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数据越多 理论上 概念上 它的指令就越多 所以它的最终渲染的时间就越长 像是一个线性的关系一样 但是呢 我们这个UI这个系统的话 允许你一个不可打断的一个时间渲染的时长是有限的 那它需要有一个60赫兹或者降低一点的20赫兹的一个FPS来渲染 那转换成时间的话可能会16毫秒50毫秒或者更长一点100毫秒 那你都还能接受 再长一点就明显的卡顿了 就你没有时间去响应用户的输入了 那这个这里的有限和前面说的这个数据增长是成为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上限就导致了我们再怎么优化 其实总归会到一个瓶颈 所以下面所讲的一些手段就是说是否能够打破这些瓶颈的手段 当渲染时长再难以减少怎么办 那可能会想到用并发的一个手段 就比如说我利用操作系统本身提供多线程的机制 或者是我把这个数据整个的持续的这个渲染任务把它分成 顺序不太相关的一些子任务 然后呢自己来调度 那首先来说多线程的尝试 这个是在比较早的时候沈老板做的一些尝试 这个在浏览器里面多线程是只能用webwalker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先看一下eChats一个渲染管线 它最左边是用户的输入里面包括data 那进行了一系列的阶段 比如说处理data 然后呢把data进行layout 把data进行视觉验射 也就是说转换成那些颜色的属性啊等等的 然后最后进行渲染形成elements 然后在最后转换成Canvas的渲染指令 这么一个流程 这整个这流程其实很长 是一个运算密集型的一个CPU密集型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用多线程用webwalker呢 那尝试呢就把这整个的左边刚才那个流程都放到walker里进行 然后主的js线程呢只进行用户的输入 然后或者把那些最后得到的Canvas渲染指令输出出来 然后在主线程里上屏 然后用户的那个 然后用户的鼠标啊之类的交互 又用postmessage传给worker线程 让他重新启动这个更新的渲染的流程 然后得到结果再postmessage传给主线程 让他在主线程的Canvas上屏 那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工作也是可以工作 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结构所做的工作 其实也还行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所单线程的渲染 但是如果遇上了这个是他能解决问题 就是他确实是不阻塞用户交互 也不也不会阻塞页面内就是eHS以外的其他程序 比如说eHS外还有个动画什么的 他也不会阻塞 这样挺好 但是他也有问题 就是说他的交互可能不同步 这个就是大数据渲染了 那我在这点一下 这实际上还是很慢的 看起来还是很慢 虽然你的用户交互没有阻塞 但是你没有真的解决在你worker线程里渲染慢的这个问题 所以看起来这个效果还是很不好 而且我比如说我去这么拖动 拖动实际上他很不跟手 虽然用户交互不阻塞 但是你这个拖动 就这个用户的交互的响应 你还是得在worker线程 他响应完了还是要更新视图 那这个worker线程忙于计算的话 他就没有足够的短的时间来响应这些用户交互了 结果就效果还是不行 所以说尽管多线程可以能够在主线程里不会影响到其他 但是你的渲染问题还是避免不了 要去在单线程上面去解决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在这个上面 就是说JS上面这个多线程 他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他的内存hip不共享 不共享就导致了 你沃克线程里有一些 就是从功能上面 他需要有一些渲染的过程中 给用户回调 从用户回调用户程序 比如说拿到某一个symbol的尺寸 某一种颜色 然后再继续渲染 那这种回调如果放在一个 沃线程的环境下 他不能共享 他就只能来回传输 post message 传输 那这个就不光是要跨线程 而且是要有传输开销 所以基于这些东西来说的话 这个多线程渲染来说 后续没有真的去落实到产品中 因为他可能能提带来的收益有限 只是作为一个尝试的过程 而最根本的还是要去解决 单线程中渲染的改造 我最开始讲的那些东西也是 他的改造 而接下来讲的这个是 也是 就是用渐进渲染方式来做 渐进渲染其实就是 第一个他能做到的是不阻塞交互 第二个是尽快渲染出效果 意思就是说他把那个用户的 就是把这个长任务分割成一些各种各样的短任务 然后这个短任务他的顺序也不一定 反正可以被调度自己调度 然后执行一部分短任务 然后让他响应一下用户的交互 再执行下一步 并且这些任务的分配都是说 赶紧走完这整个的流程 然后渲染上屏 让用户能够看到效果 不是说等的很久一个白屏最后出一个效果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 长任务先是两个红线 表示的是针 针的boundary 然后中间是每一针 本来是一个用户 先每一针先想用用户input 然后这个launch as task 把这个task分割成多个子的task 就能想用很多次用户交互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直观的意思 如果把它更细分一点的话 最上层是一叉子的渲染的一个过程 layout 然后visual encoding 然后变成最后变成那个渲染指令 如果没有渐进渲染之前 就是说整个的一块layout 这个这个data 啊不是整个一块这个data 走完这个四个过程最后才上屏 这一个帧会比较长 那如果有了这个渐进渲染的话 就是把这个data分成好多好多tank 然后呢每一个tank的话 走完这四个过程 就直接上屏了 而且这一个帧比较短的情况下 就能够想象下一次的用户交互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三点图 大概也就那个30万个点 但这个没有渐进渲染 它这个缩放的时候很卡 能够看着下面这个小球很卡 以及下面这个演示中的这个一帧的时间很长 如果把它用了渐进渲染的话 这个点数增加到100万个也也没有那么卡 就还还好了 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渐进渲染软里面 可能会设计一些程序结构的调整 大概一个示意 在没有渐进渲染之前的话 以这个layout这个过程为例啊 layout的过程就是先把这个data取出来 data的值 然后用这个坐标系来进行转换 转换成屏幕上的点 最后用一个 这是用一个type的ray存起来 这是没有渐进渲染的时候 它就是从0一直取到data的末尾 而有渐进渲染 其实所有的转换的过程没变 但是它只是从start处理到end 这个startend是由外层的调度器 scheduler来决定的 那还提到这里还会有一个考虑点就是层的问题 因为它是在多帧中逐渐出来后续的效果的 这里就是一个渐进渲染的一个例子 中间这个波浪的正弦线就是一大堆散点 一大堆散点从渐进渲染来渲染出来 但是上面放了一个柄图作为一个 作为另一个层 意思是让柄图遮盖着它 那如果是不分层的话 你后续出来的这个点 就会覆盖在柄图上面 然后所以说 在zrender里考虑了把它 渐进渲染单独的层 然后上面不渐进渲染东西 也和底下东西都会分多层 这个东西在zrender上层也就一差次中 它其实不需要考虑这些 而是zrender自己 根据它的配置 生成的这些层 然后下一个 关于这个渐进渲染的问题 下一个就是说要每一片多大 每一分片 每一片分多大呢 最开始一直都是用在自己配置 比如说我配置成每一片三千 这个其实在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的 因为大家 那个能够 需要处理大数据的这些机器 性能都也都不错 但是当然也还是会 会有这个固有的问题 就是它没办法适应不同的环境 就比如说我又现在 右边用这个 chrome develop tools 来模拟一下 把cpu through 一下模拟它的慢速的环境 那么就可以看到一条慢了 它的帧率就明显降下来了 快的时候的话 它的帧率就快 这就是固定的一个弊端 那么要解决这个弊端呢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整个渲染的一个流程 给抽象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结构 就是unframe 每个unframe的话 从0走到3000 然后呢里面处理就是 处理单个的一个数据项 然后一直到处理3000个 处理完了以后 break出来 然后再申请下一个frame 继续这个过程 这是固定值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要不固定值的话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过程 给再抽象 改成这么讲 就是一个task 然后呢先一直循环 循环不是3000 固定3000 而是说一直在检查 是不是应该break 是的话就跳出来 不是的话就持续处理一个一个的单个的点 那么 怎么样来判断 我是不是应该跳出来呢 这个 在那个1000年左右reactfiber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让大家 广为人知 requested idle callback 它这个东西能够让你 能知道 你现在还有多少的时间 时间剩余 就是它告诉你 现在每一帧中有多少时间剩余 然后呢 你可以边走 边进行你的工作 边用api 得到继续的更短的剩余的时间 看看是不是应该break 那这个事情就能够保证你的这个帧率是非常稳定 比较快的 那如果用这样做的话 就是典型的 shoot break 这块就用它提供的api time remaining 然后 break了以后 就申请下一次requested idle callback 这个看起来理想 但是它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也是借鉴reactfiber所提供的经验 就是第一个是它并不足够的快 因为它这个requested idle callback 更多的是为了后台任务来设计的 它优先保证的是你的帧率 而并不优先保证你这个得到回调的机会 它甚至会为了帧率 而就是为了简单化是为什么 而降低你这个回调的机会 比如说它在有一些安卓的这个手机上面 已经滑动的时候甚至得不到回调 那对于一个UI来说 这样就不太合适了 你如果滑了半天UI不进行任何更新 那是不行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它的兼容性还是一直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还在生 在真正的实践中可能不能够用这个 只能在概念上去思路上去用这件事情 那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呢 我每次就一直寄时间 如果到了16毫秒我就break 然后继续申请下一针 那这样行不行呢 这个也不是也不太行 因为我们现在的浏览器来说 它做的这些处理用户输入 以及后续的render这些过程 都是按着真来驱动的每一针 以固定流程来做这些 但是你其中给JS执行这些事情 只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 它还有很多别的工作 就比如说我现在JS提交了很多 这个Canvas的指令 那继续来说 它还需要把这些Canvas的指令 真的转成去那个JL绘制的指令 然后再给到那个JL进程去绘制 那这些东西也是耗时的 这些东西你是计算不到的 你也估计不到 那你要想为这些东西预留时间 也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累积计时 不能计时6毫秒 你得给其他的事情留有时间 但你又不知道留多少时间 所以这个可能也不太行 那下一种思路就是说 我既然不能够留时间 我就把这个力度说的更小一点 比如说我每5毫秒 我就每5毫秒为一个单位去break break break 就给这个系统调度的时间了 你可能会立刻去调度下一个5毫秒的这个 红任务 也可能就到了一个帧的边界 你就会去进行下一帧的这个周期 来响应用户的handle 这个绿框就是 那个表示的是用户的 用户输入的handle 那这种这种方式 也是那个react fiber所采用的方式 那用的是message channel 因为message channel相当于是 一个种最快的 能够申请用红任务的一个方式吧 大概 然后 你如果这message channel里什么都不干的话 你能够他一直一直申请无数个 无数个红任务在一帧里面 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话 那大概刚才那个大一就会变成这样 就while这个shootbreak的条件变成 是否小于5毫秒 这50 类似一种经验值的一种东西 那 那这个 然后 如果 内部就执行每一个数据处理 如果跳出来的话 就申请下一个 红任务 按这种节奏 这种节奏 其实看起来挺好 这个视频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右边我把这个CPU调慢 也就是模拟一个比较不好的机器 但是他的帧率好像变得不算太大 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他也有一些弊端吧 他就是他对程序结构是有一定要求的 就是我在实践中他渲染总的时长会变长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 他力度小导致了一些重复工作的开销 就是 他实际上没有像刚才前面的那个抽象的那么好 他还有一个 就是每一次可能 在eChat里 就每次可能渲染之前 我需要做一些别的工作 这些工作不一定能够拆开来 进行循环的 那这些工作占用的时间过多的话 那可能会就导致了 你总和渲染时长变长 因为做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这个是看情况吧 如果是没有这种制约的话 这用这种方式也是挺好的 那再换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朴素的自动调整图片的 片的尺寸 就是说我还是用一个 按固定的step值来进行渲染 但是这个step值是自动调整 调整的 就是我渲染 边渲染我边统计时间 然后呢 统计的时间 我大概估摸着这个step 调整成多少 这个帧率能够逼近于多少的 这么一个状态 自动调整 那这种东西的话 就主要看你这个公式能够做的 是不是足够好 效果来说 我就是用一个很随意的公式的话 也会 也还可以的一个效果 总体来说嘛 这各种各样的一个方案 它都各种BB 如果看具体的 具体遇到场景不同 可能会进行一种选择 这都是一些参考 最后还有一些小的点 就是在这种渲染中 会有一些重复的体验优化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 k线图 k线图的渐进渲染 如果每次都是从左到右这么渲染 这还挺闪的 不算是一个很好 但是我只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我把它这个渐进渲染片的 这个执行顺序 是变成了取一个膜 就是 取一个膜 这样顺序的话 这样体验就好很多 就没有显得从左到右 然后下一个是说 我这是一个路径图的一个渲染 渲染的话 每一次我拖动的时候 拖动的时候 因为破坏了 原来环境了 他就必须得重新渲染 这样也 体验也不认好 这个在2D渲染里不太好解决 但是如果是用的GL 就是一差次GL 3D的话就好办 因为它机制不一样 它这个进行这个 zoom的话 是通过摄像头改变 实际上已有的数据 不必被擦除 可以重用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 好 所有这些课题就讲完了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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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